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于池湘全境6月被划入少族传统领域,引发当地汉人反弹,日前原民会针对部落资商同意办法,抛出修正方向,将需经资商同意事项范围,限缩至必须环平的开发案,为此据不仅汉人不买账,就连少族也痛批将造成部落之行权大倒退。 于池湘公所表示,地方仍判物全境化入,以免对立。 于池湘公所表示,自此原民会释出善意,抛出部落同意参与办法的修正方向,一改之前大大小小开发建设案都需经部落资商同意,改成需经环平的开发案,才需征询部落同意,及此努平纷争。 为公所也说,地方村长对于这样的线缩仍不满意,多数认为一开始就不应划入,也因相关单位沟通不足,才导致地方强烈反弹。 公所将把地方对于资商同意办法的修正意见,会整后再承报原民会参考。 对此,少族民众陈忠俊不满表示,原民会遇到阻碍就只会退缩,因为只想要讨好,原本部落资商同意权对于大型开发案只是多一道把关,但现在却可能退缩到只有黄平才需要,原民会的做法只会让人觉得在建太族人。 长期关注少族权益的少族文化发展协会则说,针对徐经部落资商同意的开发太阳,原民会该做的应是跨出去解释清楚,而不是反过头来自我线缩,且以黄平当作依据,不仅族人无法事前得知开发案位置等细节,甚至开发案可能刻意规避黄平,影响部落权益,原民会以审慎音音。